您好 欢迎收看10月5号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刘芳瑜 台风消散但雨过尚未天晴 尤其北海岸的山洪淹水非常的严重 真的是扫到了台风尾 苦不堪言 气象预报其实都有说在北海岸一带会有较强的降雨 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般的滚滚泥流 金山老街一度水淹有一层 逼近一层龙高 上百户受到影响 另外这画面上是一名网红Alice的阿公 位于淡水的工厂 大水就这么冲进厂房 灌进里头形同瀑布 相当触目惊心 累积雨量也相当惊人 在这些地方包括了新北市金山 突破了500毫米 北海岸的富贵角421毫米 阳明山也降下了200多毫米的累积雨量 有一对老夫妻在金山就被暴涨的溪水冲走 今天找到人时已经不幸双双罢罹难 至于金山老街好不容易等到大水退去了 现在包括老街住户以及市场的摊商都忙着善后的灾后复原 环保局人员出动了高压水枪 清理脏水和淤泥 金山老街商家以及市场摊商全都受到波及 损失相当的惨重 目前都是没有办法营业的 还有一些地方无水可用或者是水压不足 根本没有办法清理善后 新北市府会派出水车来前往协助 当地居民说这是几十年来遇过最大的水患灾情 初步了解淹水这么严重应该是排水系统宣泄不及 风雨时刻 新北市淡水区的慈济志工也立即动员起来 到了三支区公所 这里设立了紧急的避难所 让乡亲能够有所欺身 志工备妥了点心热食和便当 也紧急调度了扶会床还有扶会革屏 让大家避难时至少有隐私独立的空间 受灾此时也能够感受到尊重与温情 四号下午一场滂沱大雨水漫三支 区公所紧急撤离居民避难 大家带着简便行李 一边打电话联系亲人 因为突如其来的暴雨淹水吓坏所有人 担心居民饿肚子 慈济志工备妥点心便当 另一边紧急调度扶会床 扶会革屏连国君弟兄都来帮忙 依照需求摆设每一户都有独立空间 还特地准备床垫 希望非常时期至少能好好休息 确保晚上睡觉都有床垫 礼堂内这一格格空间 便是今晚居民的安身之处 这样子很好 让大家有点自己的空间 这马路这样太危险 他们现在出入也不是近也不是 然后我们就怕 在那边整个坡滑下去 我们现在就撤 志工先提早向面包店预定摆人早餐 没想到意外感受到人情温暖 不止晚上的这五十份的西点 连明天早上早上的一百份 他准备了一百份 我跟师姐两个一直要拿钱给他 他一直不要一直拒绝 他说希望给他尽一点力量 患难见真情 一份关怀让彼此心里都明白 这一刻并不孤单 大爱新闻江山美志工张维祥 台北报道 这一回台风来袭 包括新北市瑞芳 以及南部的高雄屏东 都是淹水重灾区 慈济志工分头前往 堪灾关怀 也给予必要性的援助 趁着与世歇息 慈济志工发挥青帮青 林邦林的精神 从新北市瑞芳老街出发 分送物资给三四十户的受灾居民 总共验四次 四次最严重是验到这个水槽上面 就在这里左右 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包五十斤的米 一箱便当盒 一千多块的便当盒 还好 小小小吃 拜托里长带我们来关怀各受灾户 详细来评估说他们的受损警醒 所以今天就是挨家挨户去关怀 访市这样 等看完之后 我们再看真正有几乎需要帮忙 我们再来评估需要的人数 我们再申请基隆那边帮忙 我们这边人手不够 画面中可以看到 志工的年纪其实都有一天了 也都是银法长辈了 大家还是立即动员起来 带着一袋袋的物资 包括了饼干 泡面等干粮 逐妇的走访了两个里 其中也遇到了一家面店 老板因为生病 整整休息两个月没有做生意 没想到现在还是遭遇到了 淹水无力清扫 志工就决定当起后援 当场就卷起了裤管 趁着泥巴还没有干 协助来清淤 慈济在全台湾各地 与受灾的乡亲同中共济 总计动员了上万人次志工 关怀982户家庭 同时供应热食 也制赠了安心祝福礼 包括在高雄也遭到了风灾肆虐 很多的铁皮屋顶整个被吹先 慈济志工启动了法亲关怀 逐户拜访 送上了极难救助金 风灾过后慈济人出动 一份爱的祝福轻松到家 铁皮屋顶一夕之间全没了 家中还时不时漏水 两个儿子赶紧来支援 这边都灰掉啊 下午我都怕说 两点半那个风雨很大有没有 我就怕说糟糕 如果前面再灰掉 那就不得了了 幸亏风雨比较小了 我上来看前面没有灰掉 这是为了防水的关系 不是要去搭 风灾过后 复原家园的双手没有停过 遇上困难 志工相互补位不分你我 蛮感动的 因为基本上在实际 我是属于是关怀别人的部分 那今天受到金浙事务的关心 其实我有一点受宠若惊 有两三家 我这个是他们临时说的 我就马上去跟他们会合 爱的行动持续在高雄留下足迹 暖心问候 让八十多岁的李彩云 暂时忘却了强健风雨带来的害怕 哇 很感恩啊 手手架都坐在里面 都没出来 这房子四十几年也快五十年了 所以漏水的部分就还可以啦 还可以啦 风雨后的温情送暖 看见大家平安 就算路程再远 一切都值得 大新闻成品节电影中高雄报导 再来到屏东的芳寮 这里部分的村落 因为堤防溃蹄而淹水 仔细志工展开安心家房 屋内积水未退 杨先生当时只能拿着锅碗瓶 屋内积水未退 杨先生当时只能拿着锅碗瓶 调盆紧急接水 方寮湘新农村是退伍军人部落 除了地势低 经济水平 也是落势中的落势 有淹度高五十公分 这里 落到这边 游泳喔 有水啦 你们这个住几户 这里 有一个人 这里不是一个合法的部落 也不是合法的房子 可是他们就是搬不出去 送关怀 然后顺便来看一看说 看有没有人因为这次的淹水 需要我们协助 进去啊 这里也进去 那个第二个抽屉啊 都满满水啊 萧女士家是全部落最低洼的地方 大水淹进家里 家具全泡烂 我们送来让人跟全球祝福 是巨人的祝福啦 这里有一个祝福信 好 谢谢 可以看一下 谢谢你们 谢谢 鱼记有存的风災惊恐 现在灌入爱的祝福 雨过天期 一起走过困境 大爱新闻里家 新销红树 屏东报道 年轻人的爱化作行动力 在南部地区有上百人 共同投入清扫 八九个志工合力拖着 被台风吹倒的树枝 清理掉的枝叶堆叠成一座小山 但校园里的芒果林 还有更多的树枝被吹断 我七十四年就在当会长了 这些树枝就有了 所以我们每年要吃芒果 很简单 早上来就有 这么快 这些树枝比这样 很胜心 每年也还有山 左营国小著名的芒果林 有超过一百棵的芒果树 鹰山驼儿台风被严重破坏 学校师长已经清理了两天 我们就发动全校的所有的老师 大概二十多位 所有的积水 部分我们都先清除 今天就是也很感谢我们 大家慈激志工 对学校的协助 刚一路上来是真的很严重 发现电线啊 怎么大 连那个树都连根拔起 来自彰化的慈激家庭 是看到慈激基金会 在网路上的号召而前来 响应的还有年轻人 来到这边就觉得 大家都还蛮向心利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要做什么事情 那也有人在做领导 那大家就把各自擅长的事情 去做到一个圆满这样子 针对树倒严重的学校 投入协助 也让当地志工很感动 我看这些年轻人 也有我们实际的大爱精神 有需要的地方 这些菩萨就会出现 台风吹倒了树 却将四方的点点爱心凝聚 照亮着灾区 大爱新闻 陈一真林道明高雄报导 关注国际焦点 加拿大一名小男童 在自家房间里头 接触到了野生蝙蝠 结果不幸死于狂犬病 引发了国际之间的高度关注 它很可能是遭到了蝙蝠咬伤后 才会发病身亡 狂犬病是一种能够借由动物 传染给人类的神经性疾病 人类在接触到染病的 哺乳类动物后 就可能会被感染了 像是宠物犬猫 蝙蝠 土狼 狐狸 或者是腕熊 它们身上可能都带有 狂犬病的病毒 如果不小心被咬伤了 就可能会遭到感染 一旦发病 致死率接近百分之百 狗狗乖乖接受狂犬病 疫苗施打 就是为了防范 传播致命疾病 但九月份 有蝙蝠闯入屋内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造成一名男童 不幸死亡 医生官员表示 由于父母检查后 并未发现男童身上有咬伤或抓伤 因此为立即带男童就医 施打狂犬病疫苗 想不到就此天人永隔 狂犬病是罕见但致命的病毒性疾病 可透过受感染的动物 如蝙蝠 狐狸或腕熊等 传播给人类 最常见的是透过唾液传播 世卫组织指出 这种疾病会对大脑和脊髓 造成严重损害 一旦出现症状 几乎总是会导致死亡 这是自1967年以来 加拿大首例国内感染的人类 狂犬病病例相当罕见 官方没有透露 这名儿童的年龄 该儿童在9月初的事件发生后 被送往医院随后死亡 专家因此呼吁立即就医的重要性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泰国遭遇了严重水患 在大象自然保护园区 也进行了大规模撤离 原方捕捉到了 这么相当温情的画面 是一群大象在逃离洪水过程 转身呼救了另一头大象 它落单了 主要是因为眼睛看不清 是视障的大象 大家是用声音引导它 还会集体停下来等待 好几只大象在水中行走 洪水已经淹到它们的腹部 只见后方有一只视障大象 被树枝卡住 动弹不得 此时走在前方的象群 转身发出短促的声音引导 还停下来等待视障大象 象群护住涉水的画面 发生在泰国北部一座大象保护区 园区专门照顾从其他地方被救援的动物 其中不少患有伤病或残疾 由于洪水来得又快又急 许多动物根本来不及逃生 根据路透社报道 这次是该园区史上最大撤离行动 已经有117头大象获救 但还有9头受困 园区创办人表示 大象自然公园内约有3000只动物 除了大象之外 还有许多动物失踪 急需更多的聋子和人力 协助动物转移 大海新闻张力编译 现在东南欧也发生了世纪洪涝 波士尼亚至少有19人丧命 许多偏乡是沦为孤岛 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有官员形容 这是波士尼亚战争之后 从未发生过这样的危机 邻近国家克罗埃西亚 还有蒙特内戈罗 也都发出了洪水警报 焦点再回到台湾 这一回台风侠带的强风 把很多慈祭环保站里头的铁门 还有户外作业区的帐篷都吹垮了 志工现在除了忙着善后清理 还得处理台风过后 民众送进来的大量回收物 老菩萨们辛苦的总动员 抓紧分秒收拾分类 说比过年前还要更忙 高雄洗手环保教育站 志工各个拿起扫把打扫环境 台风过境 环保站一片狼藉 这个帐篷这个就是掀掉了 然后那个侧门 那个铁门 整个都倒掉了 不仅环保站受损 民众还把台风回损物品送来 回收量报仙 志工紧急动员 整片都都是啦 像这个近年六 头五六十位了 可以已经一部就都穿 都穿好色 罗宋面包 我们赞人有没有 跟我们这些所有的乡亲 所有的地主 每天都要来关心 不许环保志工辛劳 直接启动发情关怀 真的是 爱的之外 真的不满了全世界 这次那台风 非常非常的大 也非常惊人 那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 法亲照顾好 环保志工 年纪都有点大了 所以我们今天带来面包 来关怀他们 听说西子环保站 蛮严重的 听到这个讯息后 就马上来关怀他们 来感恩他们 香喷喷的面包 洋溢环保站内 大家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 做志工没有假期 大爱新闻学员 林郑瑞萍 高雄报道 我感谢师姐 蔡修芝师姐 他带我去买的 我们资质 做环保 福田 我们这里是新的大树工修处 大家都做得很高兴 大家做得很高兴 学了很多 我心里都很高兴 大家都做得很高兴 我心里真的很高兴 感谢大家 接着把时间交给资深气象专家 毛振契博士 带大家了解土石流灾害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毛振契 今天的主题是土石流跟山崩 为什么把这两个主题摆在一起呢 其实他们就是兄弟的关系 而且发生的原因非常的相似 在2009年8月时候 发生了莫拉克台风 小林村灭村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土石流案例 同样的在2015年8月的时候 苏迪特台风也造成了乌莱的土石流 那为什么台湾地区常常会有土石流 什么原因呢 我们好好来解释说明发生土石流的机制 这张图就是发生土石流的机制 发生土石流必须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一定要有充足的水分 第二个原因要有充足丰富的堆积物 第三个原因一定要有足够的坡度 也就是山坡上 当下大雨的时候 让这些山坡上的土跟石吸满了水汽之后 这些土跟石的悬在高山顶上 它就不稳定了 它就容易崩落 所以发生土石流首先就要有足够的水分 它能够凝固固体的物质 把土跟石头砂结合在一起 再者这些土砂被结合在一起 它的重力很重 它一定要往低的地方去掉下来或是流动 所以它就会造成一个粘粘混在一起的一个 像粘稠的物质 在悬挂在高松之中 它有足够的斜面会让土跟水流 有足够的动力往下掉 这就是发生土石流的三个大的原因 取决于土石流的速度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要看土石流的颗粒大小还有混合的程度 通常在高山顶上 它的土跟石经过大雨融合在一起 它会一下子宣泄而下 就会造成土石流速度非常的快 同时会影响住在附近的人 还有它的这个植被都会受到影响 非常的危险 在另外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是2024年6月 基隆朝靖公园的山崩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当天没有下雨没有地震 为什么会有山崩现象呢 但是它跟发生土石流的机制是一模一样的 它一定要有土跟石头在山顶上 在陡峭的地方 同时这些土跟石头都已经吸足了一个水分 在当下之后呢 它的重力没有办法承担这些含有大量水分 土跟石流在上面的时候 就会一下子宣泄而下造成了山崩 这张就是发生山崩的一个机制 它有丰富的堆积物就是土石非常多 同时这些土石虽然当下没有下雨 但是它已经吸满了一个水分 所以在前几天可能就是下了很多的雨量 再加上它这个吸满土石的这个土石非常的重 没有办法能够承受它 而且有提供足够的坡度 因此这些山崩上的土石一下子宣泄而下 造成了土石 所以山崩是坡地上土壤跟岩石受到重力的影响 向下发生的运动造成了破坏 并顺着地形产生了一个崩塌或下滑的现象 台湾的这个山崩可以分为落石 或是岩体滑落 或是岩血奔落跟土石流 都是属于山崩一个种类而已 我建议各位观众你出外旅游的时候 特别是因为台湾到处都是高山 也有很多的水流 所以在出外旅游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附近的环境 是不是容易发生土石流 是不是容易发生山崩 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 今天的介绍到此 谢谢各位 下次见 来关心全台各地详细天气状况 北部地区今天在新北以及基隆 依旧会有短暂震雨26到29度 中部南投的地区降雨几率偏高 温度28到31度 南部高平还是要留给短暂的雷震雨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智为仁依 守护爱》 我是刘芳瑜 我们明天见